大家好,我是大雄 今天真的是一连串的惊爆 三个小时前 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克被枪手暗杀 事发在距离波拉迪斯拉发约150公里的甘德·洛瓦镇 当时斯洛伐克正在这里举行内阁会议 会议结束后 菲克走出来和围观的公众握手 一个老人突然向他开了四枪 现在枪手已经被捕 据称凶手来自莱维采 今年71岁 斯洛伐克媒体刚刚采访了袭击发生时总理身边的人 我只是想和他握手 一位老人说 当枪声响起时我几乎聋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道 她听到了三四声的枪响 这名女子看到菲克倒在她面前的地上 并说她注意到她的胸部和头部有血淋淋的伤口 枪击发生后 菲克被一众保镖抬到车上迅速离开 并动用直升机送往了首都布拉迪斯拉 拉发克拉玛离去的一家医院 但是菲克的伤情非常严重 目前菲克的生死情况不明 对于斯洛伐克总理菲克 相信老铁们都不陌生 她的政治观点属于极端青鹅 本人是普京的朋友 欧元怀疑论的支持者 同时也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在青鹅反污问题上保持一致 坚决地拒绝帮助乌克兰 并反对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 菲克曾多次公开要求停战弹劾 几周前她还表示她将始终坚持和平解决冲突 并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她的被暗杀事件 当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政治色彩 大家熟知的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 兼著名的普京政府宣传员西梦扬 立即说乌克兰应该为这次暗杀事件负责 很明显 俄罗斯已经想通过这次事件 将矛头指向乌克兰 俄罗斯军事博主莱巴力量 这样评论这次暗杀事件 目前还没有关于枪手动机的信息 但他已被拘留 执法人员肯定会很快提供一些数据 然而无论如何 对总理的攻击显然是自发的 计划不周的 换句话说是一时冲动 这些特征相当合适 义务警员和业余的爱好者 当然 飞科并不被很多人喜欢 许多人可能还会猜测 他的政治立场也应受到指责 飞科在走近 与支持者握手时遭枪击 而目击者称 没有人喊反政府口号 在聚集人群中 只有一个人举着反政府横幅 据悉 飞科与斯洛伐克总统佐扎纳 卡普扎瓦存在矛盾 飞科指责卡普扎瓦是美国 和亿万富豪乔治 索罗斯的代理人 此外 斯洛伐克总理在基辅 也非常的不受人待见 在德国波兰 等欧洲国家 突然发生火灾 和屠杀的背景价 飞科的袭击很可能 也会有乌克兰的痕迹 下一个会是谁呢 刚刚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 对斯洛伐克总理 罗伯特 飞科的袭击令人震惊 我们强烈的谴责这种 针对邻国伙伴国 政府首脑的暴力行为 引尽一切努力 确保暴力 不会成为任何国家 任何形式 任何领域的常态 我们衷心的祝福 罗伯特 飞科早日康复 并向斯洛伐克人民 表示声援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惊爆消息 第二个是 今天5月15日凌晨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 贝尔贝克空军基地 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根据俄罗斯国安部 公布的损失情况 一架米格-31被摧毁 三架苏两栖受损 两架S-300 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 11名俄罗斯士兵阵亡 这还只是俄罗斯方面的 初步的信息 俄罗斯军事博主称 有16枚战术导弹 袭击了贝尔贝克空军基地 今天白天 已经流出了一些当地的照片 里面有至少两架S-300发射器 至少一架92N-6E 木石导弹雷达的残骸 在照片的背景中 还有另一架俄罗斯S-400 不知道受损情况 即使在当前俄罗斯开辟第二战场 频繁地攻击克里米亚的背景下 一次使用16枚战术导弹的规模 也是非常巨大的 不断地摧毁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军雷达 防空系统战机等等 其目的当然是指向克里米亚打桥 同时 这次非常奢华的战术导弹大餐 已经充分地显示出 美国人还真的没有说谎 真的提供了大量的战术导弹 这个大量可能已经不是几十一百数量级了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美国向乌克兰援助远程的战术导弹 是否会触发普京的红线 从而引发战争的升级呢 从过往俄罗斯的表态来看 是的会升级 从之前拜登政府的担心来看 是的会升级 现在如果从奥德萨最南端 向贝尔贝克空军基地打起 那么最直线的距离也超过了300公里 而且乌克兰一口气用了16枚 那么会导致俄罗斯的什么反应呢 是核大战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目前我们还真的看不出来 毕竟现在的战场重点 俄罗斯军队还在乌克兰边境的小镇 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血战呢 红线再次成为焦点 这是今天的第三个警报 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现在了基辅的街头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首先这是四月份 美国通过援武法案之后 第一次来访基辅的美国高级官员 其次这是处于俄罗斯再次越境进攻哈尔科夫 乌克兰抵御第二次入侵的时刻 布林肯的乌克兰访问 当然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清晰的意图 这个意图布林肯自己说了 他说我带来一个信息 你们并不孤单 从第一天起 美国人民就与你们站在一起 今天我们还在一起 直到你们的安全 主权选择自己未来的能力 得到充分的保证 陪同布林肯访问乌克兰的美国官员 对记者说 国务卿在这里的使命 实际上是讨论我们的补充军事援助 将如何执行 以帮助巩固乌军的防御 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的 在战场上夺回主动权 布林肯的这次乌克兰执行 还特意去逛了一下夜店 在基辅的一家俱乐部里 布林肯亲自上场 弹唱了一曲经典歌曲 当然这些很重要 但都不是大雄想说的重点 这两天吧 我有一种自己突然变成神婆的感觉 比如刚刚用两天的时间和老铁门 讨论了哈尔科夫战役的特殊性 就是将美国对援武武器的使用限制 这个问题摆上了桌面 结果竟然 今天布林肯在回答记者 关于美国要求乌克兰不能使用西方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的时候 布林肯的回答震惊的世界 他说正如我所说 我们绝对致力于乌克兰 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事业 为了人民 为了乌克兰 我们在我们的政策中 认识到这一点 并强调乌克兰应该自己做出这一决定 我们不鼓励这样做 布林肯接着说 但决定取决于乌克兰 我得审呢 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老铁们啊 我是不是听错了 对 即英国之后啊 美国开始在武器限制方面有了松动了 大雄说过啊 这可能是俄乌战争中的最后一条红线 现在红线在摇摆了 今天回家的一路上堵车啊 在动态不得的情况下 看了看抖音上最近一条视频的评论啊 有个评论啊 很有意思 舔狗大雄怎么不说哈尔科夫呢 是不是不敢说呢 请不要回避哈尔科夫 不知道这位杠精啊 能不能看到今天啊 咱们的文章啊 一天之内 连续三个惊爆啊 哈尔科夫 俄军在边境上两个阵子中的拼杀 有意义吗 斯洛伐克总理菲科的被暗杀 不是大雄认可的解决矛盾的方式 所以啊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不做任何的政治性的评论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 贝尔贝克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拘杀啊 以及布林肯今天关于武器限制的讲话 不知道这位杠精 能不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啊 俄罗斯最后一道红线 正在被跨越啊 而此时 并没有战术核武器 更不要说核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今天就在刚刚啊 普京发表讲话 如果在不撤离俄罗斯占领领土的前提下 与乌克兰的谈判可以立即开始 好了 今天节目啊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的朋友啊 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义的微信赞场码信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啊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宇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